《萬中源》 童因為有任何人手 acredita Men 中言 達1050 我們曾以為,自由就好像空氣垂手可得取之不對勁。 今天的香港,真相變得越來越難能可貴。 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 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 一起行动捍卫自由 订阅苹果日报 当西方还是大运战 蠻族入侵 部落战争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已经有这么早熟的政治 所以我就是说大家要把握着 第一条中国史的主族是什么呢 就是一头一尾 很重要 我们忽略了头 就是重视尾 尾是什么呢 就是由清末开始的近代史 晚清的变革、革命战争 一直到再数前的142年鸦片战争开始 各样香港 中国进入对西方列强的挑战 这就是尾 头是什么呢 头你一定要认识的 其实是由春秋战国到秦朝这一段历史 如果你由头入手 我以前读的那些已经还回给中学老师了 不再记得了 那我要重新再入手 一头一尾 一头一尾 我建议大家 一头一尾就是春秋战国 然后秦统一 这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 一定要深度 深度 就是要有深入的认识 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呢 就是晚清之变革 就是这个鸦片战争 由香港各样作为的认识 一头一尾的变革 就是主宰了今天的 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 政治文化 社会心理等等 你要理解 为什么 中国大陆 是这么严苛的一种 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 对人民的监视 包括巨势无为的户籍制度 温家宝废极也废除不了的户口制 是不是共产党的邪恶呢 你要明白 共产党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不是马克思 不是列宁的产物 它是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 将它发挥到临尼尽致 这就是我们理解今天 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好了 节目的首上半段 就说了 Donald Trump 连任 现在面对一个危机 多大的电视网络的民意条 包括亲Donald Trump 的Fox News 都是拜登的领先优势 扩阔了 增加了 我看听众的留言都很深水清 其实他说拜登做过什么呢 我刚才所说的 整个竞选形势的变化 不是因为拜登展现出他的领袖才能 或者他的政策对头 我觉得不是 是一个环境使然 刚才我说的 比如武汉肺炎的影响 这就不是两党的政治角力的因素 是一个突然间杀出来的因素 而反而这件事是影响到那些选民 就是 他在奥克拉荷玛的集会里面 说我们要放慢检测 结果对家就会拿来当真是新闻 特朗普就说我说笑而已 但你要记住这些笑话 在选举里面就尽量少说 就是 人家继续了生辟就你了 其实已经是 不到你辩解的 其实 所以当如果继续放宽的禁聚令 而疫情又再弹上去的时候 究竟下一步怎么来呢 你说加紧研究疫苗 我估计不可能在总统选举之前 推出疫苗 其实有的都是流流的 所以这个是考 我刚才说的 就是对掌权竞续连任的不利 对于在野党是有利的 因为在野党就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 他就可以永远都马后跑 为什么不做A 不做B不做C不做D 第二点就是他很容易穿 Donald Trump的性格 很容易就对身边的人穿 对于他竞选活动里面的空凳也穿 经常穿的话 我经常穿的话 选举是逗犯错少的 当拜登犯错少的时候 他就会有机会胜出 因为大局来说是对竞选连任的不利 你说不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是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变局 其实是 所以如果你一个把握 或者说话 口快的脑子就会出事 其实 因为在选举期间 口快的脑子是最大的问题 有时候有些东西跟幕僚 退一退 想一想才出 当然这个就不是Donald Trump 这个 所以我觉得跟着下去的campaign 对Donald Trump是不利 接着到中美的问题 在蓬佩奥见杨洁篪之后 到人大常委会闭幕 公布了国家安全法的框架之后 说明之后 美方就没有什么反应 究竟之前要断绝和中共所有关系 这个当然是嘴炮 我觉得 两党在中国问题的增词里面 放狠话 我们叫做 拜登攻击Donald Trump的其中一条线 就是说他对中国的政策 口就说得很凶狠 行动永远是在轮延 就是两只眼在轮延 看定一点 永远都不走 所以说就凶狠 做就在轮延 所以变成了这样的行动诸如 嘲笑他在中国问题里面 是一个行动的诸如 香港人很多时候会说 这样会不会借这个 香港问题来 把campaign issue扭转 去中美关系那里 采取激烈制裁的措施 从而挽回那个选举里面 直击这个拜登的要害 这个就是 共产党的朋友 叫做panderhugger 就是专揽红猫的 我就不是了 我就是主持正义的 主持公道的 行不行呢 我觉得 在美国的朝野里面 我们不要忽视 在整个对中国强硬的问题里面 是Donald Trump 甚至是共和党里面的 右翼势力 或者是蓬佩奥 或者是之前的班农 或者是 副总统彭斯 或者是Hudson Institute 里面的Fillsbury 或者是博明 这类 其实不是 那是有个民意基础的 很多人都以为 包括中共很多智库幕僚 都误判Donald Trump 这几年的动作 就是以为 那是共和党少数的鹰派 甚至是Donald Trump 个人 你记得 我自己留意 美国政治 由89年之后的 George Bush 鲁布什 接着到哈林顿 接着到 布什 Jr 接着到 布巴马 每一个选举 那时候 跟拜登是一样的 是一定会 拿中共来玩的 以及以中共强硬 去作为他们的 campaign issue 很明显 譬如 哈林顿 那时候 就是讲中国人权 和MFN 讲到最尽 就是要取消中国 这个最惠国待遇 MFN 结果一当选之后 那个中国议题 就掃到床牙底 掃到地毯底 然后就做 Panda Hucker 就去揽红猫 小布什 也是一样 奥巴马 也是 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说中共是汇率操控国 大家记不记得 2008年的时候 但是当他选完之后 没有一件事 操控什么汇率 那么 那么多任的民主党 共和党总统里面 真的 真做的 其实反而是Donald Trump 你留意一下 反过来 是Donald Trump 本来都想和习近平 明听一个友好的关系 但是 美国的 很多的 华府里面 有影响力的人 无论自负 也好 共和党里面的 核心人物也好 反而反过来 是主持坚持 对中共 采取强硬的态度 就是鸣派 我们叫做 这些对话是鸣派 最近你看到 就是这个所谓的 盖洛普的民意调查 里面 66%的美国人 是有反华情绪 这个很浪明 这个很浪明 就是说 无论 在两党的候选人 甚至最终哪一个 胜出都好 在武汉肺炎之后 这种反华的情绪 究竟是否会 立刻消失呢 我觉得 是不会的 是不会 而美国在这个 特朗普第一任期里面 所形成的一种 无论是智库论政的过程 包括是这个 共和党里面的 强硬派 甚至 是参众两院里面的 民主党的领袖 都是强硬派来的 就算你说拜登 是怎样软弱都好 真正对话强硬的 就是波洛西 就是民主党里面的大佬 就是Nancy Perluzzi 就是对话的强硬派 所以 如果你对美国政治有认识的话 你就知道 它不是一个一元化的政治 就像习近平 说什么就什么 我要签就签 不签就不签 国安法要过就过 不过就不过 如果美国是一个多元政治的话 你就首先要看民意的基础在哪里 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民选国家 民意是有制衡力量的 它和中共很明白 有本质上的分别 甚至到香港也是本质上的分别 香港的政府是不受民意制衡的 它只有揣摩上面的意思 但美国始终是一个民主选举的体制 然后是一个权力分立的体制 总统也要看着它在国会里面的党议员的取态 你看到Ted Cruz Marcus Rubio 这些就是 共和党的共和党的议员 不只是民主党 包括共和党里面的一些议员 Ted Cruz 的立场 其实在当初阻撓董建华基金会 捐款给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里面 他有介入的 已经在目标中 中共在美国的渗透 所以如果是有一个民意基础 以及两党国会的共识 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 就是两党国会的共识 否则他去到参议院的时候 可以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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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民主党 可以拔出来拔出来 所以我就说 如果这个国会的共识 两党的共识 再加上是一个 我自己估计美国死了这么多人 不可能会在武汉肺炎索偿问题里面 会摘下跌倒 我想拜登 不敢挂我 就算他肯 民主党里面的政客 都不肯得我不放过去 所以我就说 那个必然 所谓对华的强硬政策 我自己估计就是 Donald Trump当选与否 都会继续延续下去 不以拜登个人以至为转移 拜登当选是形势使然 即使是 我觉得 但现在也很难 保证他的民意领先的幅度 会一直扩大 但当然 如果Donald Trump继续上路 继续 继续 爆肆的话 就会 网络公势 网民公势 在网络上的 进步派好 左交好 一直不断发动这些网络公势 令他出丑 了兴 就很容易犯错 Donald Trump 是一个了兴 就会犯错的人 但是 整个 美国的政治建制 我们在说 对华政策 就不是Donald Trump本人 而是整个 对华政策 在美国政治建制里面 他们有什么 Policy option 当已经设定了 一个Path 是这样的时候 就算当选 他是民主党的总统 就算 你不要以为 民主党 拜登当选 才会转 Donald Trump 当选 都有可能转 为什么呢 就是 美国的选举游戏 就是选前 对华强硬 选后 就做生意了 你说 就算 他是为了中美贸易战 做生意 不代表利益 是与香港一致的 他可以因为 去交易贸易战 对美国的利益 而去交易香港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中美关系 我觉得 总体上 是不会好的 这个 无论谁 哪个当选 拜登也好 Donald Trump也好 都是会持续走向两个 越来越多层面的一个 对抗角力的一个环境 什么战略伙伴关系 忘记了 好了 问题是 现在只不过是 什么时候会升级到 有可能出现 这个军事上的对视 对视 包括在南海 台海 或者东海 出现军事上的对视 对视 未去到热战 开火 但是 这个就是 在武汉肺炎之后 两个层面都会加筹码 其实 中共加筹码 就是会更加 在香港的情况 因为它课施到 那个威胁 全球向中共索尚 而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 又会继续乘机在那里 苛索 减债 重整债务 甚至是撇涨 走数 非洲国家就是 对不对 要求减免那四百多亿债务 一带一路的那些 好了 它面对国际环境是这么复杂 而习近平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超前意识 在那个危机决策里面 它经常强调就是要走前一步 想多一步 是这样的角度去看的 所以它一定在这个 预警课施了 在武汉肺炎 Post肺炎之后 那个国际的政局 是会眼睛五国也好 欧盟也好 美国为首也好 都会发动 甚至是印度为首的国家也好 都会全球发动向中共索尚 未索尚之前 就先要进去调查 这个对中共在国际环境来说 是远虽于49年之后的一个情况 记住49年50年代 有苏联支持 到中苏决裂之后 它就自己动之旗出来 最初就准备拉拢殖民地独立 在五六十年代 封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里面的不结盟运动 所以你就看到周恩来去曼隆会议 出席曼隆会议 拉拢所谓阿非拉大团结 到中苏决裂之后 它就自己动起之旗出来 毛泽东 就是阿非拉兄弟团结 它始终在国际里面 所谓第三股势力的代表 就是美苏势力以外的一支旗 这个就是毛泽东年代的国际局面 到了邓小平1979年 决定了攻打越南 和美国建立投名状的关系 而走改革开放之后 十年 遇上八九年 八九年之后 为什么没有成为中美的转折呢 这个关系 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 应该就是那个肥佬 史考克罗夫特 应该不是这个国务卿 而是史考克罗夫特 去见邓小平 邓小平拍胸口 就说会继续自由化 继续经济上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 所以结果 他就去见到江泽民对路 江泽民想 自己拜托那班陈云 尿龙经济那班人 所以他就自己去南巡 再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那去到那一刻 就定了个通 就没得回头 在市场经济发展里面 在这个问题里面 就没得回头 所以我就说 1972年 中美建立的合作 友好合作的关系 就令到香港问题 我们经常都以为 平稳过度 是背靠祖国 好像习近平那样的论述 但是客观点去看 由97年之后 即使中英在直通车里面出现爭骂 甚至 鲁平说 谭定康是妓女千古罪人 拆毁直通车也好 实际上 在过度里面出现的 大起大落的机会是没有 完全没有 当然 传媒就会写 The Death of Hong Kong 那样 经济学人 那些 就被中共一路拿来嘲笑到现在 那时候 你是唱衰香港 但是记住 那时候 为什么香港能够成功 一直到2003年 中共还是用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法 去处理香港内部的问题 就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利益 有很合作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变成了香港 每一次中共都要用相对温和的方法 去处理香港人 在2003年的反对23条立法 或者是 即使去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 最终他也是换了梁振英 换了他下来 所以我就是说 当中美之间的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时候 而美国在武汉肺炎之后 美国的民意 甚至是要求向中共追究责任的民意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这个就会令到 两党都需要采取强硬 但是对中共强硬是否代表在香港问题里面强硬呢 我们就要分开去看 如果中共要去管理中美关系的话 它会首先找出美国最大的利益所在在哪里 这个不是说国际政治之间 是以价值观道德挂帅 国际政治是以利益挂帅 只有共同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是吧 曾几何时在韩战里面 美军解放军在韩国的领土上面互相撕杀 但是同时去到70年代 它就可以握手 越南也是一样 是吧 曾几何时就是美国和越共的军队互相撕杀 现在美国对越南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共 也是牵制中共的其中一个部署 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种就是所谓国际之间的一种现实外交 我们叫做real politics 你可以叫做一种很实利为主的外交 好了 在香港问题里面 首先你要问 Donald Trump 连任 或者拜登当选之后 他这段时间 首先他一定会命听一个 两党也是 他一定不会想着跟习近平握手 因为哪一个握手 哪一个在选举政治里面 就是会失利的 所以一定是维持一个强硬的姿态 记住 是维持一个强硬的姿态 因为那是美国的选举政治 等于克林顿竞选的时候 就说中国一定要改善人权 因为没有FN 没有MFN 没有最惠国待遇 是吧 等于奥巴马说 中共就是会得操控国 因为中共都知道 其实他经历过美国这么多届的选举 他都大约知道 美国两党的选举政治是怎样 说就是凶狠 好了 选完之后 那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中共 美国就能不能够 在问题 在香港问题 甚至在中美贸易战里面 出实权呢 或者实质的招数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定的难度 实质的招数 包括你之前说过的几个反制措施 你现在看到他也是先放在那里面 其实 放在那里面 那如果他 你问我 美国的民意 美国的人 支持川普的阵营 他们希望川普在中美关系 achieve 到的是什么 究竟是维护美商在香港的利益 美国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利益 还是在中美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里面 再剁一大块 除了开放金融业 开放保险业之外 开放其他的产业的准入 大幅降低呢 你不要以为 中共自己 他都会化被动为主动 在同一时间 其实他已经准许了 美国的投资银行 在大陆 在美国的投资经营 所以为什么 这次他 网易京东之后 还有大妈傻来香港上市 当时我也拘捕了头 去年11月 我说阿里巴巴回来香港上市 打得瘋了 街头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我终于慢慢了解到 因为我本身不是金融业 也不是经济专家 但是看一些新闻 也慢慢看到 原来他准入 即是美国金融业的准入 现在的大岳 很多已经进去了 收购了中方的partner 变成独资经营 在财富管理的大饼 甚至是一个处女地 给了他们 所以我说 大家不要以为 中共对美国的时候 也只是一口硬 而不有一手软 同样都是一手软一手软 但是美国在一男子的谈判里面 他的谈判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香港人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 如果没有这个合理的期望 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情绪 或者道德上的指责 就是觉得美国会出卖香港 我相信他们是想明听香港 一个国际有影响 可以影响到的金融中心 这是必然的 你问美国第一个战略选择是什么 Status Quote 你不要搞那么多 保持现状 这个反而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维持现状 好了 杨洁篪就会和蓬佩奥说 这个和维持现状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人大 那个草案的说明里面 特别强调 就是要符合国际人权公约 这些都听了你们的意见 他一定是这么说的 甚至香港 见香港的美国领事做briefing的时候 也会这么说 当然最重要是他确立了机制 他确立了机制之后 他究竟执行的力度去到多大 就是由中共按照政治需要去做 所以我就说 美国在香港的利益问题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 在奥巴马时代的美国 在香港的 其实由1997年 都不只是奥巴马时代 美国的驻港领事河 或者美国的利益集团 在香港的利益集团 一直都不走到 跟共产党去认识的情况 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甚至他们是支持 一个待着先的方案 其实就是美国 就是问当时见面的 一些和美国领事见面的泛民的意愿 就是为什么不支持待着先呢 所以我就说 大家记住 这个不是说他们本身 因为他始终是第三个党 他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香港人 他介入这件事里面 一定是以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作为他们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觉得 就是会是 对中共来说 就是会是 他会推出一个方案 就是损害香港最少的 一个status quo 或者是准准status quo的方案 就是维持现状的方案 在他来说 觉得这个是 中共会推出就是维持现状的方案 当然美国就说 不是啊 你会这样子 但是他会一直再说 或者再退 在某一些问题里面退 他已经预认了退 总之确立了 这个国家安全公署的机制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确立了国家安全公署 然后下面国家安全委员会 再到警察里面的国家安全行动部 他已经是确立了一个方案去做事 但是美国究竟可不可以 在现在这个阶段 跟他在一些细节问题里面去谈 正正因为他是一个竞选的阶段 其实Donald Trump的现在 所有的精力都会去 他的竞选工程那里 你说要去政治上 要去提升他们的直接影响 对香港问题的压力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 事实上也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自己 我不知道很快证明我是错的 我觉得美国 在香港事务里面 可以作为的回旋空间 在现在来说是小的 而我相信 共产党也看得到 它的回旋空间小的话 它就向前往 推前一点 做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你再回来跟我谈的时候 那件事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 它就处于一个 绝对的优势 去谈判的时候的优势 而对美方来说 在中共已经确立了机制之后 它还可以有多大的空间去改变呢 我觉得 会变成在它里面的 一个 美国朝野里面的 有一个分歧 在里面 就是会制造一个分歧 在里面 在这个变局里面 我觉得过往是很少的 其实 因为如果旧的冷战系统 就很简单 旧式的冷战 美苏之间的冷战 就算是美中之间的冷战也好 他们之间是没有一种相互利益关系在内的 苏联集团 勞布就是他们制成一个金融系统 是吧 勞布就不可以在美国 或者美国的盟友 包括在欧洲做到任何的交易 跟着就 它有所有的贸易里面 就是东德 唯一欧洲国家和苏联集团有贸易的 其实就是丹麦 是吧 其他没有的 其实 丹麦是因为它近了 芬蘭不是丹麦 是芬蘭 芬蘭因为近了 所以就 为了维持一个所谓的 对苏联集团 所以就唯一跟它有交易 另外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 show much show 古巴导弹危机 什么都可以去到尽 做到绝 甚至 声称不息 兵庸相见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新冷战的话 它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两者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互相的利益关系 在里面 冷战双方 是有一个利益关系 在里面 这个也是令到那个问题 不能够沿用舊冷战的思维去处理 不只是美国的 包括中共都会受到这种 这样的 就是 在美国的利益关系所制造 其实是华为就是 对不对 不供应那个晶片的话 它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容易就变成说就凶狠 做就大家不动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动就是七双拳 没有人敢觉得 如果我走了这一步 出了这一拳之后 对方会还招的时候 对方就会衡量 美苏冷战就很简单 其实是 你沉冰这里 我就沉冰这里 是吧 你运导弹去古巴 我就准备封锁了 是吧 接着就代理人战争了 你支持这个 我就支持这个 那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对抗 但正正就是 这种新的冷战形态里面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就导致到很多时候 我不是说Donald Trump 只是一把喉 其实 而他去面对一个这样的形势的时候 其实双方都是 很多东西都是 打嘴炮 其实 因为实际上 一去到移动那一刻 就必然会触动到 不是对方 不是损害对方利益 是同时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个在整个 美国的选举政治里面 我自己估计 他会处于一个打嘴炮的阶段 在未来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都是处于一个打嘴炮的阶段 那你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个判断 其实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就是说在这段空窗期 我们叫做 美国是因为选举政治的原因 而是会在整个香港问题里面 他们是很被动的 这个当然很多人都希望 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 就是说美国怎样对付中共 中共怎样 那种铺头投降 那样 但是我觉得 就 时时评论 就是 基于我自己 去有限的了解 其实对美国的 选举政治 也是看了一些资料 去做一个 逻辑上的推论 因为没有人会躲在特朗普的桌下 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而现在这个变局 我相信美国人自己都没有办法 估计得到 究竟美国的选举政治 是 那个走向是怎样的 究竟哪一个胜出 哪一个 会大臂数抛利 甚至会不会去到最终是靠那些 所谓摇摆州份 又会出现一些很小的差距 我相信这个是 大家都会继续关心的一个情况 香港现在的 情势大家看到 其实那个 压力 对很多的各个层面的人 无论是 从政的人 国际工作的人 战线的人 甚至是做传媒的人 时事评论的人 我相信 感受到的政治压力 会越来越厉害 其实 亦都大家会 直接看得到 我觉得是会 所以这个 是一个 挺难熬的一个局面 当然很多人就说 太好了 现在揽炒了 成功了 我相信 可能是一些 令到鼓励自己的话 但是 正正就是这样 反而就是要 冷静一点去沉着 冷静一点去应对 没有一个所谓的 告诉你 一定这样做就一定赢 这样做一定会输 没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 但是我觉得 这次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 不是我们过去 中英主权移交 甚至是2003年的情况 是可以预估得到的 因为 89 9703 其实后面的 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中美之间 仍然维持1972年的体制 一个 就是win-win的一个情况 但是 当现在已经不是 是由国力走向对抗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 大的变局 好了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可以上去patreon 我们每个礼拜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都会问一问 大家对于一些题目的意见 当然 尽量会选择最多人 去选择这些题目 其他那些 有时 如果有时间 我都会 可以去提供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 那样 亦都是可以多些 interaction 就是大家互动 那样 希望可以吸引多些人 去看节目 亦都觉得有个参与感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明天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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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n